Hey guys welcome back to my channel 今天又是在我們家的客廳拍片啦 雖然我們家的一發發 我覺得顏色有點醜 但我個人覺得很適合這種就是sit down 然後就是來談談新的影片 上次我跟伊燕做完那個簡單的QA之後 其實有蠻多人會很思緒 或什麼跟我分享 說他們可能也是在教舞軟體上面認識另一半 或是對於教舞軟體有很多的好奇 相信很多人對於教舞軟體 都還是會抱持著一點點的警戒心 因為其實我也是 可能我之前看過太多那種社會新聞 就覺得天啊好可怕 在網路上面交朋友 是一件很危險的事情 本人其實是因緣際會 所以開始使用教舞軟體 然後一個很幸運的 就是遇到像伊燕這樣子的人 今天呢就想簡單的 從我的角度跟大家分享 我對於教舞軟體使用心得 還有一些建議 通常使用教舞軟體的人 我覺得大概可以歸納成三種 第一種是純粹只是想要來交朋友的 這種比較少 但是還是會有 像我朋友其實就在教舞軟體上面 交到幾個蠻不錯 就是興趣很相投 但是沒有想要走到 男女朋友地步的那種人 第二種就是俗稱的約炮 就是 對 然後第三種呢 就是真的想要在上面找對象的人 最近剛好試用到了一款 主打就認真教友的軟體 叫做Sweet Ring 那我個人覺得它蠻符合 我今天想要講的一些事情 所以等一下也會實際操作給大家看 我覺得很重要的一點是 就是能夠在雙方都更知道彼此要什麼的時候來做Matching 會比較有效率一點 Yeah 我講太多了 我直接說給你們看好了 那我們現在先進到Sweet Ring 然後 Vlogin with Password 確認完你的Password之後 你就可以開始選擇你的性別 蛤 我不想要叫Cynthia 好怪喔 那我就 好啦 就叫Cynthia好了 好 Next My Birthday 好 Upload a photo 然後再來是你的身高163 我覺得我大概是Average 然後台灣 台北市 Media 大學生 嗯 我覺得找到對的人我就可以結婚 如果有抽菸的 就對我來說就是一個NoNo Drinking 這個就有一點小複雜了 Sometimes 好 我會想要小孩嗎 Yes 個人最看重的有三個點 個性的興趣 價值觀 第三個是成長背景 原因是我過去在跟人相處的過程中 我發現這三個是最容易對不到盤 加上人與人之間其實本來就需要去磨合 但是這三個點其實是比較難 讓對方去改變 或是說服自己去為對方改變的 第一個是興趣 能不能夠契合或是有話題了 就是有共同的興趣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其實你從她的照片 大概可以看到出來 她的你知道背景是不是有比較多變化一點 不管她是去爬山去游泳或是運動 假如她所有的照片都是那種就是很勁 然後就這樣大頭罩 然後就這樣甩褲這樣 這樣的話 可能真的要考慮一下 那表示她的生活可能就是很無聊 每天都在自拍 我覺得照片是給人家的第一印象 所以假如她在照片裡面都沒有想要展現出 就是她是一個怎麼樣子的人的話 其實真的很難說讓我也覺得 我跟她可能會有一些共同的興趣 再來也是可以從她的個人簡介來看一個人 我覺得光從文字可能很難去get到說 這個人的個性到底是怎麼樣 但是如果你講話是幽默 或是字體行間透露出一種很可愛的小巧思 我其實覺得就是一個風趣跟幽默的人 當然如果她給的是一些很爛的笑話 例如說 水瓶坐在椅子上變水瓶座 這種笑話的話 這真的是應該要被逮捕 再來呢就是價值觀 價值觀是我覺得我剛剛提到的這三個理念 對我來說最重要的 價值觀不同的人他們相處起來會非常的困難 那兩邊都會自己覺得很委屈 就覺得我為什麼要為了這個人 然後去改變我的價值觀 好 假如說 好我看到這個Eason好了 那你可以看到她 就是除了她的個人資料之外 她會有一些問題的東西 她問的問題是 如果你男生事業太累 你會怎麼做 愛情家庭事業你把哪一個擺第一 你可以看到剛剛Eason問的問題 是比較偏向她的價值觀 例如說你的愛情家庭跟事業 哪一個擺在前面 你想想喔 如果你今天是以認真交往為前提 你們有可能會走到 比如說什麼結婚啊之類的 藉由知道對方的價值觀是什麼 這樣子的話其實可以省掉很多 matching或是嘗試會需要的時間 盡量讓對方知道你想要什麼 也讓對方回答他要什麼 但是我為什麼會覺得Sweet Ring 是一個認真交友的軟體 就是不為過的原因 在聊天上面 我蠻建議大家至少聊兩到三個禮拜 第一你可以觀察她回訊息的速度 談吐 共同興趣也好 我覺得這都是需要時間去稍微捉摸一下 我那時候跟Eason大概聊了 也是快三個禮拜之後 才決定要第一次見面 然後我們見面也是在學校旁邊的 一間小咖啡館 雖然我不能說我是一個很成功的例子 但是我是一個合理的例子 最後呢是成長背景 有沒有兄弟姊妹這件事情 我其實偷偷的小在意 因為我覺得 如果你從小有兄弟姊妹一起長大 那種處理事情感覺是不太一樣的 就像你有弟弟妹妹 你可能會相較來說 稍微比較負責任一點 如果你是像我一樣就是最小的話 你可能就會比較 交重一點 了解一下彼此的成長背景 會對於你對對方的包容度或是 那個mindset會有一點差別 好啦以上就是今天想跟大家分享 我關於交友軟體 我想講的一些話 在這個數位比較泛濫的年代 其實這是一個我們大家可以透過網路的力量 能認識更多人的一個媒介 我覺得只要把握好自己幾個原則 然後善用現在這些交友軟體 像是Sweet Ring 還有提問的功能 從對話上面盡量去了解對方的想法或是觀念 在交友軟體上面認真想要交友的對象 找到他們的成功率會就是提升很多 剛開始我對於在網路上面交友是很大的偏見 就我會覺得這是一件不太好的事情 但是其實現在大家也看到了 我自己的經驗其實蠻好的 然後我覺得我也是算幸運的那一個 對就是希望大家可以把握這幾個原則 然後能夠找到跟自己適合的對象 And I hope you guys will enjoy If you do please give a thumbs up and subscribe to my channel 如果有任何問題的話都可以在下面提問 然後我覺得是一個很公開的地方讓大家做討論 I will see you guys in my next one Bye 真真交友的交友 通常使用交友軟體的人我覺得可以歸啦 我自己覺得我遇過的問題就是在金錢觀上面 有一點點的不太一樣 那個對我來說是蠻大的一個 就一根稻草 就你家稻草不是壓死落頭的最後一根稻草嗎 我那根稻草還蠻大根的 Please let me